南方的持续的高温的还没有结束 高温费您拿到了吗 最近南京市劳动监察部门陆续接到有关单位 不发或者少发高温费的投诉 其中的保安和清洁工是投诉的主要人群 通过12345和前台投诉 劳动监察部门目前已经立案20多起 从行业来说来投诉的多是户外工作的保安清洁工 不过投诉量较往年有所降低 监察部门表示 今年的高温实属罕见 因此多数单位都能发放高温费 记者在街头也随机采访了一些环卫工人 今年他们的高温费已经有了着落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也反映 高温费一年只有800元 即使单位不肯给大多数在职员工 仍然不愿意为这些钱和单位翻脸 但离职后是一定要和单位算账的 就目前监察部门受理的案件 也多是离职后的投诉 劳动部门表示 考虑到员工的顾虑 如果在职期间也想争取高温费 可以采取匿名举报的途径 职名举报如果对于一个岗位符合这个高温条件里这一块 支付高温津贴的这一块 那么我们都会受理 然后我们都会按照规定来去调查 如果经查实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要自己用单位整改的 那虽然呢 现在到劳动监察窗口来投诉高温费的这个市民呢 并不是非常多 但是因为高温费呢 支付可以按月 也可以一次性支付 所以呢 到这个今年的10月15号呢 是高温费支付的最后的这个截止日间 那估计呢 到时候呢 高温费的投诉呢 也会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状况 那如果呢 您也是遇到了高温费没有发放的这个情况呢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将苏城市民到记者为您发挥的报告